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大家好,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星期四 大新闻 今天是新闻的大新闻日子 还有就是那个小康 跟Digi合併 还有就是那个 还有就是那个手套骨 好像有反弹的症状 今天就要看一看 进去看一看图 看清楚 看一看那个 手套骨的指数 看一看那个每一个手套骨 大的手套骨 他们的走势 看一下是不是 有没有机会 要怎样做 OK 有什么机会 还有那些 好像如果我买了手套骨 OK 被他套住了 套住了 要怎样好 等下我们会在里面讲一讲 今天这个肢体全部放大 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因为有几个朋友留言 讲这个肢体不是很大 这个不好意思 有时 如果习惯了用电脑看 用电脑看YouTube 不觉得很小 不觉得很小 可是我有时拿电脑 自己手机电话来看 才看得到有谁字真的很小 并且我全部放大了 如果我还是看不清楚 你可以留言跟我讲一声 哪里看不清楚 希望大家日子可以 可以看得清楚 整个视频 的内容 我们讲一讲指数先 KLCI上了0.113% 上了1.8点一点点 新加坡掉了0.293% 香港上了1.162% 韩国上了0.180% 日本掉了0.073% 泰国上了0.146% 克力宾掉了1.602% 中国 FTSC上了0.436% SSE上了0.080% 然后中国 SSE上了0.071% 澳洲上了1.022% 印尼上了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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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指数 亚洲指数大部分 上升 今天蛮不错 我们看一看欧洲 欧洲 英国FTSC上了0.325% 德国 DAX 掉了0.213% 欧洲不是很强 和美国 美国大欧洲上了0.048% SSE上了0.148% 也是一点点 也不是很强 所以这个明天要小心看看 我们会影响我们的亚洲指数 我们看一看油 中油上了0.749% 4172% Brain Oil 掉了0.332% 62.950 62.950 Cruid Oil 也掉了0.535% 59.450 所以 这个油一直在下跌 要小心 金上了0.043% SILVER 上了0.705% 我们讲一讲新闻先 外国的投资 外国的资金 外国的资金 开始 有买 我们的手套股 从 Tobler 跟 Supermax 他们有买到 4月2号 1.4 billion 1.4 billion CNB 这个 对于我们的手套股 今天有一点 有刺激 手套股今天有反弹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讲手套股 手上拿住 如果我手上拿住手套股怎么样好 如果我还没有买怎么样好 如果我买了 如果我要买 马来西亚 Bank Page Recovery to be Pastered and Regional Pages 这个目的 这个专家 我们的这个 银行 银行的反弹 会比较 会比其他 印尼 菲律宾 泰国比较快 全部是好消息 我也是有讲了 我们这个 银行股 可能 现在 在横盘可能就要 U型的上升趋势 这个要看一看 我姐讲了很多次 银行股 要看一看 还有那些大集团 大集团也开始有 慢慢的买上银行股 所以 Astrasenica Astrasenica 我们的医生部长讲 还要看 还要调查 才知道 可以不可以打 还有另外一个 政府官员 又讲 可以打 所以现在有点头晕 所以 吓到很多人都不敢 去出车 OK 这个大新闻 Selcom DG 合并 所以合并了 叫做 Selcom DG BH Selcom应该是大哥 全部是33.1% OK But But 这个 Astrasenica 和这个 Massive Institution Fund 加起来是51% 所以他们是大哥 所以合并了 我们看一看 将会合并了 所以我们看一看他们的 他们的果有什么 机会 Selcom DG 还是在这个 下跌趋势 Selcom DG 暂时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讲 在这个 这个下跌趋势 这个下跌通道里面 还是在下跌趋势 没有什么好讲 Astrasenica 又不同 Astrasenica 已经反弹了 B型反弹 看清楚 看清楚 B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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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画一条趋势线 那个价钱在这趋势线 反弹就有机会 反弹就有机会 还有在这边也可以画一条趋势线 如果他突破3.65 不是3.65 写的太大 看不清楚 3.85 能突破3.85 有机会 能突破3.97 就最好 突破3.97 就是有长期的上升机会 或者 那价钱在这条趋势线 反弹 3.6 左右反弹 这边也是有机会 所以 看来Aziata 是比较好 它已经上升 DG还是 走势还是不是很好 所以Aziata 很厉害 Aziata 这个老板又讲 他要做这个 最大的这个 送 送东西 送货的 送货的人 他很厉害做新闻 所以现在他又要做这个 送那些菜啊 送那些食品 所以他还没做新闻 他是很厉害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才 人家在下跌的时候 人家在守的时候 他就在冲 给那个力量 给他 精神 他的精神 他给的正能量 那个公司 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 Aziata 暂时 看来 他这个老板 做很多东西 来保护他的公司 Poren Holding Malaysia Government Bond 所以外国开始买 Malaysia Bond Malaysia Bond 已经25% 还有新2018 2018 开始 现在是最高的 外国买这个本地 Malaysia的 政府的 Bond 意思是讲 外国的这个 资金 然后开始有进来买 买 对我们有 比较乐观 对我们有 比较有信心 所以开始会 比较多的这个外国资金 来买我们本地的 本地的 Bond 本地的 Bond 投资在我们这边 所以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市场 故事 应该也是一个 好新闻 所以 LBS Banner signed deal with Melaka Government 所以 他要发展 发展1200 Eka的地 跟这个 Malaysia 讲 LBS 所以我们看一看 LBS LBS 那天已经讲了很多次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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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0.48 这边 他能出破0.48 就target 目标在0.56 所以今天已经到了 已经充过0.56 谈平上来 所以新闻也出了 他也在通道的顶了 是take profit的机会了 所以 take chip designer 做这个 半导体 要上市 OVSTAR 所以你们 喜欢上市 要看一看 这个OVSTAR 100个Million 上市 so P&B Aim to expand 所以 P&B 要做5G 其他东西 你们要从此 P&B 可以看看 KLCI上了 因为是 Glub 上了 推到 KLCI上了 1.8 1 所以 马来西亚 unemployment rate slightly drops slightly so 这个 马来西亚 unemployment 事业 事业的人 已经开始下跌了 AIM cred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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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它的利润上了 上到1.113Million AIM cred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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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看 MMC court 是有点慢 所以 他觉得 他的Cargo storage 他的Cargo storage 会有更高的需求 MMC 所以MMC 早上也看一看 他的股 好像要 要反弹 所以 他在这个通道 跑了 蛮久 他突破了 通常他突破了 通道 我们讲什么 压力线 突破了 变了支撑线 对不对 很清楚 这个很清楚 很清楚 突破了 压力线 跌回来 这两次都不能突破 这条线 不能突破 不能突破 这次突破了 现在你看 他会下回来重施 然后 有机会反弹 对吗 这个就是 压力线变了支撑线 支撑线 压力线 为什么我们要学图 就是这样 现在反弹了 有机会 1.25 ok 有机会 下一个机会 就是1.25的目标 ok 他能突破1.25 我们就要看 1.44 和1.55 1.25 要小心 因为这个是 上一次的高 所以可能会摊下来 今天马股 546 上 下跌的是 417 看一看通告 通告今天 Comfort Globe Comfort Globe immediate share buyback 买回自己的股 Comfort Globe 116千 IJM IJM 这个 EPF 买他的股 IJM 现在很多project要出来了 IJM 应该是 很有机会 政府的project 政府的项目 Rubb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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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要 Purpose 自己 又要 buyback 又要Purpose 买给自己的股 所以这个 很多东西 今天这个 手套 很多动作 很多消息 很多通告 很多消息 受红条 今天 Gamuda EBF 丢Gamuda股 1.20Million EBF 也是丢XP 这些是发展商 又丢1Million 所以 拿着发展商 我要小心 要小心 因为前几天有一点超买 所以要小心 那天我有讲过发展商 有几个已经上了 RBS 已经到了目标 有几个已经 已经充高了 所以要小心看看 我们星期天 星期天 那个视频 我们再讲 因为 现在我们今天要讲股 手套 Hatta Lega Hatta Lega Hatta Lega 也是 要买回自己的股 收很多东西 今天 Sunway Sunway EBF Sunway 又是丢股 发展商 所以要小心 哦 所以今天 HELPK HELPK 保 保 保健 保健是手套股 手套股 今天是上的最厉害 它的指数是上到4.73 上的最高 看一看它的指数 这个是HELPK的指数 保安的指数 保健的指数 手套股的指数 所以它还在下跌趋势 他还没有突破这个通道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通道 这两条线 所以有一个通道 他还没有突破通道 现在的反弹是算短期 暂时还是算短期 还没有突破通道 还是算短期 OK 它不能突破通道 我们叫短期 OK 它突破通道 OK 到3.4 OK 这边到这边 OK 我们叫短期的反弹 OK 这个还是短期反弹 OK 如果它能突破3.41 我们就短期上升 OK 如果它能突破3.609 我们就叫它长期的 就长期投资机会 OK 所以要看这几个地方 如果你们可以开这个指数来看 就看这几个指数 现在还不算是大反弹 因为你看过它在这条通道里面 很多次了 假反弹 所以一次假反弹 最后下来两次假反弹 最后下来三次假反弹 OK 现在又一次 OK 所以他们就突破这边 他们突破不了这条通道 可能还是假反弹 它突破了我们就有机会 OK 我们就有机会看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KLCI先 KLCI的那个图先 看一下今天是总是怎么样 我记得 OK 花5秒钟的时间 给我点赞一下 点赞一下 和跟我分享 给你们朋友 谁喜欢看这些股票的故事 听这个股票 讲股票的 然后 记得要分享给他们 还有记得 如果你们开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点赞 like和share 和 要点阅 要subscribe subscribe 每天 我会放视频上去 你会看到 我的视频会弹出来 还有 要讯息 还有点那个 点那个钟 点那个小铃铛 OK OK 还是1613 你看 它这个是一个下跌趋势的 下跌趋势的蜡烛 OK 我们还是在讲1613 它还不能破1613 OK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要test1613 也test不过 今天是一个下跌趋势 这个是下跌的蜡烛 不是很强的下跌蜡烛 本是一个下跌的蜡烛 所以很有可能明点可以 OK 它的%下跌明天 比上的比较高本 but 这个不是很大的下跌 九州还有机会 如果它能突破1613 我们就可以讲长期牛市 它突破不了可能 就在这边横盘 现在就是在这边横盘 现在就是在1613里面横盘 1613下面横盘 对吗 but它没有跌破1574 OK 这个就是支撑 它跌破1574 就是下跌趋势 现在它在横盘 还不是很伤 还不是很伤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 OK 就是这几个 手套股 Top Glove Parta Supermax Posan RoberX Kplus Convert 所以我们先讲 Top Glove 先 Export 这几个小时 可以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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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逃了先 然后逃了我会等 等它突破了7.05 OK 7.07 这个就是投资机会 逃了先 不要太担心 逃了先 有机会逃 因为它不能突破7.075 很有可能它会跌下来 到了这边很有可能会跌下来 或者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 6.2是很大的压力 是以前到现在 这个双顶的井 Double Top的井 这个是Double Top的井 OK 所以这个是Double Top的井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压力 OK 所以它到这边 如果它充不过 有可能它会跌回这个3.5 所以这个要小心 如果到这边可以逃 没有什么亏 我觉得到6.2没有什么亏 可能我也会逃一点 或者到7.0 也会逃 如果7.0很多人 就是在7.多的时候买 可能有机会可以逃 OK 如果它不小心 它掉下来了 不逃就是 OK 又要等可能很久才有机会 OK 逃了了不用紧 OK 如果它继续再上 不用怕不用可惜 它继续再上 它破了7.075 OK 我们看清楚 有机会再投资 我们再进 现在要看清楚 要看清楚 因为 手套要反弹 我反弹 以前这个 9块钱是很难 因为 为什么 因为疫情没有 这个是靠 这个是靠 Covid OK Covid现在在Europe 也慢慢的上 有 有 有 越来越多的病患者 所以 现在 也有可能会上班 现在有Vaccine 以前是没有Vaccine 现在有Vaccine OK 所以 现在的故事不同以前 以前 我们只是要靠手套 现在 我们不是靠手套 我们要靠Vaccine OK 所以Vaccine 还是 比较重要 所以 如果有机会逃 我就逃了先 我们真的看清楚 真的有上升局 是机会 我们再投资 这边 是短期投资 或者短期 反弹 短期投资 的机会 或者短期 逃跑的机会 OK 下一个是Hatta 这个我也要放大 改次 下一个视频 我做我这边也要放大 这边应该也是看不到 这个是Hatta Hatta 他在这条通道里面 也是 顶着 还没有弹出来 他弹出来 就卖回下去 所以才是10块 10块 100 18 所以才要突破10块 18 就有短期 反弹机会 短期机会 到11.78 11.78 很重要 因为11.78 这个是 以前 一直以来的 这个 支撑线 OK 支撑线 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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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变回 变了压力线 支撑线 OK 下来这边 顶住 弹回上去 变了支撑线 现在 跌破了 上回来 这个变了压力线 现在 11.78 要小心 他弹不过 11.78 可能就会弹回下来 他弹了过 11.78 我们就要看 13.87 就是这条 长期的 趋势线 他能突破了 13.87 我们就有机会 长期投资 现在全部是短期 短期 还有逃跑机会 所以我们要看 11.78 和13.87 所以 11.78 弹不过 要小心 如果弹过了 要看13.87 当然 弹过13.87 我们就要 就有机会长期投资 Supermax 今天全部放大了 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可以看比较清楚 看到这个视频 OK 所以 这个Supermax 就有一点突破 OK 他也是这个 长期压力线 5.6 OK 5.6 OK 要小心 5.6 他弹不过 可能会跌下来 OK 他弹得过 我们就要看 7.1 OK 7.19 就是长期投资机会 OK 他弹不过 就是短期 全部是短期反弹 短期 OK 短期逃跑 或者短期投资 对我来讲 这些还是下底歧视的苦 所以我是不会投资下底歧视的苦 所以等大家讲 要听 这是分析 分析 我如何 会 怎样会投资 怎样投资 现在暂时逃跑 比较重要 而不是投资 投资 还不是机会 因为 怎样来讲 都是下底歧视 OK 好像这个Cosan Cosan呢 今天也有反弹 OK 所以他的大压力线 也是在这个4.57 OK 他能突破4.57 OK 就有机会 5.4 OK 5.4 他能突破5.4 我们对社长期投资 了 他不能 这些全部是短期 OK 短期第一个压力在10.5 第二个压力在5.4 OK 看清楚 RubbleX RubbleX已经比较强了 他的反弹已经突破了 所以他已经 他已经在这个长期的压力了 1.32 OK 所以1.32 他能突破 我们就要看1.65 OK 这是短期 短期到1.65 所以短期 他能突破1.65 OK 我们就是要 可能就可以长期投资 所以现在是短期 短期投资和短期逃跑 1.3 1.6 K Plus OK OK Plus 也是反弹了 OK 反弹了 他也是正在 所以 就创造1.89 就是长期的压力线 长期的压力线 OK 所以 这边是 支撑线 突破了 这个就是压力线 所以他弹不过 这个有可能 OK 他弹不过 突破不了1.89 可能会弹下来 所以要小心 看1.89 可能弹过1.89 我们就要看2.41 OK 他能弹破2.41 就可能有长期 OK 所以现在是逃跑 跟短期投资的机会 短期投资的机会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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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个通道顶 还没有突破 OK 还没有突破 OK 如果他能突破了 我们就要看2.7 这个长期的路线 OK 2.7 他能突破2.7 OK 就是短期的上升趋势 他能突破3.5 OK 我们就是看长期的投资 所以这个是短期逃跑 2.7跟3.5 短期投资 跟短期逃跑 OK 所以 HLT HLT也是反弹 很大的反弹 所以现在 也是在通到顶 真的通到顶 顶住了 上次还没有突破1.12 所以我们看1.12 OK 1.12跟 1.49 所以这个是短期 OK 他能突破1.12 我们就看1.12到1.49 这个是短期投资 或者短期逃跑 他能突破了1.49 我们就是长期的 可以长期的投资了 E.S 那天讲 如果在这边 那天冲上来了 现在这边反弹 如果没有 没有cut 还守住 我们要看0.78 他没有跌破0.78还可以守 所以今天已经反弹上去 如果他明天 他能突破0.86 他能突破0.86 就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继续再上 如果他能突破0.86 我们就看1.03和1.12 AT AT也是很久没有讲AT了 今天全部这些线划过 因为以前都很久了 这些线我全部划过 可以看清楚一点 AT也是下跌 其实他第一个压力就是0.125 第二个大的压力就是0.16 0.125就是短期 机会逃跑或者短期投资 到1.6也是短期 如果他能突破1.6 我们就可能看有机会长期 这几个地方要小心 他过不了1.25 可能会继续坍下来 因为他始终还是在这个通道里面 通道里面 上了一次坍下来 上了一次坍下来 所以这次上 看他会不会坍下来 这些不是包咯 因为 手套股怎么样现在有了疫苗 有了Vaccine 手套股他的那个股东量 他那个 怎么讲 那个 那个投资者对他们的那个 信心 信心也是没有以前这样搞 以前没有疫苗 全部都是靠手套 要防疫情是靠手套 靠手套和戴着口罩 现在有了疫苗 手套已经是没有这样重要 疫苗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如果他要 如果你想他回这个以前 以前这些超高 以前这些 凶事的顶呢 我觉得是没有这样容易的 不是没有可能的 疫情会增加 也是有可能的 没有这样容易的 因为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这个 要回来这个顶 以前的顶 要回来 9.6 是没有这样容易的 不是讲不能 没有这样容易的 有机会 有机会看看 怎样如何 对付他 如何 如何玩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要 like and share 要点赞 还有记得 要subscribe 支持我的 平台 我的视频 还有记得要comment 看不清楚要跟我讲 谢谢大家 bye bye